仙剑三中十大美女 紫轩竟不是最美的 龙奎也没进前三 最美的竟然是她 今天史先生就来和大家聊聊仙剑美女 看看哪位惊艳了你的童年时光 第十名 花莹 花莹是由郭小婷所试验 她甜美的笑容 软糯的声音 虽然年龄小 但是一贫一笑十分有灵气 剧中的她天真可爱 不安适适 一心只重于自己的主人唐雪剑 也许因为唐雪剑也是植物 所以呢 他们之间有着心灵感应 她是一位解毒的灵兽 是由天地孕育而生 因为她能孕育出五毒株 所以一直被炼毒世家的唐门所求养 灵力非常的弱 一次只能为一个人解毒 灵力后光就会变成土豆 大多数的她都是一位精灵的模样 第九名 圣姑 每一位女娲后人身边都有一位守护人 而子萱身边也有这样一位圣姑 为了天下子民幸福 圣姑的职责就是一只辅佐女娲 保护自己的子民 圣姑时常顶着一头蓝色的纱巾 头上布满了白发 她与子萱一同长大 看来二人都有着上百年的年纪 圣姑的美貌虽然不是十分出众 但她也有着自己的韵味 是东方古典美人之美 她一直劝导子萱勿忘职责 因此她时常劝戒子萱放弃徐长青 她的尽职尽责的精神也是可歌可泣的 第八名 万玉芝 万玉芝被称为先见最美女配 她是一位痴情貌美的女子 自古胡妖出美女 她的美貌自然是不必多说 一拼一笑皆为动人 但她的痴情善良令人非常震撼 万玉芝虽然是妖 但却是一只有情有义的妖 她与凡人高永结为夫妻 后来她丈夫病重 她一心只想抢夺土灵珠 为救治她病重的丈夫 用自己的心与子萱交换 最后在子萱的帮助下 成功救活了自己的丈夫 甚至为救丈夫可以不顾自己性命 想不到世间竟有如此痴情的狐妖 第七名 火鬼王 火鬼王是一位十分美艳的妖王 他穿着一袭红衣 性格张扬火辣 红色的服饰 衬得肌肤肤白如雪 雷人的造型也难挡她那张美丽的脸 如此美艳动人 却是一位妥妥的恋爱脑 其实游戏中的火鬼王并不是一名女性 她居住在鬼界的最下层 因为有着火鬼界的容颜做屏障 所以她一直与阎罗鬼王作对 即使她的实力不如阎罗鬼王 也因此受到不少幽魂野鬼的拥戴 只是在电视剧中将她改变成了一名女性 虽然她出现的时间很短 但她美艳惊人 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同样都是一级红衣 为何火鬼王不如红奎美呢 第六名 红奎 红奎是龙奎的另一种人格 性格冷漠 脾气火爆 与龙奎截然不同 因为一直守护着软弱的龙奎 所以龙奎一怒 她便立即现身 她的气场强大 因此即使是同一个人饰演 观众也会更喜欢有性格的红奎 第五名 唐雪剑 唐雪剑是唐家宝的千金 唐家宝家大业大 唐雪剑被爷爷视作掌上 明初长大 性格骄纵蛮横 但也单纯善良 她有着不为人知的来历 与爷爷相依为命 十分孝顺 唐雪剑俏皮可爱 两股长长的漫画少女卷发 一双清澈迷人的眼睛 也是仙剑三美之一 她原本是西遥思念的果实 带着西遥的念想来到人间 西遥将自己的思念寄托在她身上 让她找到飞鹏的转世 而飞鹏的转世就是景天 因此 二人的因缘乃是命中注定 印象最深刻的 是她留着两股卷发马尾 因为她的本体乃是仙气的圣果 因此她的头发也会像植物一样 顺应大自然的规律 在春天的时候 她的头发会疯长 到了秋天 也会像植物一样凋零 第四名 水碧 水碧原本是天界的神女 因为被凡人西风美妙的歌声所吸引 偷下凡间闻声寻人 她一出场 就成为了剧中最美镜头 引得无数人流量 简单的贝壳发饰漂亮的衣服 为角色增加不少光环 为了唱歌之恩 她还用法力建造了一个天空之城 利用天上七日 世间千年的时间差 来躲避神界的追责 她有多貌美呢 使得西风第一次见到她 就对她倾心 还因为自己样貌丑陋而紫卑 不敢与其相认 但是水碧是一位声控 她并不在意西风的容貌 而是中意她的才华 她与西风的爱情 也是剧中一大汉事 西风为了能堂堂正正地 与水碧相认 用自己最好的歌喉 和五百年的自由 与摩尊交换一副英俊的相貌 希望能除去丑陋的面庞 与水碧相爱 水碧为了等西风 化作一尊石像沉入海底 最后 摩尊放手二人相认 一同死在了海底城中 他们俩的故事 虽然不是完美结局 但却是圆满了 水碧算是仙剑配角中 最好看的 最美配角水碧才排第四 那么第三名的龙葵 又有多美 第三名龙葵 仙剑美女如云 龙葵也受到不少人的青睐 剧中的龙葵是由刘诗师所饰演 他青春的外表 优雅的体态 非常符合龙葵的温柔 龙葵原本是江国的公主 与龙羊互为兄妹 最后 江国亡了 龙葵跳进了剑炉中铸剑 成为了魔剑的剑魂 这剑魂的执念 使得他千年未灭 还练成了两种人格 蓝色龙葵温柔可爱 一旦蓝色龙葵受到危险 强悍的红色龙葵 就会出于保护的现身 一个乖巧的性格 一个张扬的个性 形成鲜明的对比 红色火辣 蓝色亮眼 两种身份的转换 也为这个角色 劝了不少粉丝 这个角色有着多个标签 她是景天前世的妹妹 也是爱慕景天的小弥妹 还是一位傲娇的小公主 有着千年修炼修为 正是有着无数多的身份 才使得这个人物形象 在观众心里立体化 第二名 子轩 子轩是大帝之母女娲后人 在《仙剑七侠传》三中 是由唐嫣所扮演 唐嫣高挑的身材 搭配一套紫色的服装 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 一袭紫色长裙 头戴苗族额氏 掩盖了她高额头的缺点 嫩得掐出水的皮肤 加上淡淡偏紫的妆容 一出场就成了经典名场面 爱情是她一生的执念 等待也是她的宿命 她与徐长青有着三世不解之缘 也正是因为她痴迷情爱 被评为最自私 最不负责的女娲后人 她初次登场 蒙着紫色长纱面罩 半遮面容 婀娜多姿的身形 连不懂情爱的重楼 都隐隐动心 为了救心爱之人 与魔界之王 魔尊重楼对打 她一直痴迷徐长青 从苗疆来到中原 遇见一生挚爱顾刘芳 也就是后来的徐长青 一直放弃自身职责 追随徐长青 为了维持自身美貌与寿命 她用水灵珠 封印住了自己与徐长青的女儿 最后幡然醒悟 与徐长青分道扬镳 第一名 西瑶 西瑶是仙界守护神术的仙子 她一生都在痴迷爱情 是飞鹏的红颜之际 与飞鹏惺惺相惜 她若柳浮风 抑郁寡欢 超凡脱俗的气质 一席白衣惊艳无数人 因此即使是同一个人 观众也更喜欢西窑的宁静之美 却不怎么喜欢雪剑的吵闹 她与龙葵不同 她不是谁的分身 她将自己的美貌赠予果实 因此她与唐雪剑是两位独立的人 虽然痴情 但不深险其中 她只将雪剑投入人间 来完成自己与飞鹏相爱的愿望 明白景天不是飞鹏后便释怀了 《仙剑三》中的美女各有特色 而且性格也各有亮点 因此 这么多年过去了 人们对此剧还是念念不忘 那么除了《仙剑三》 《仙剑系列的美女》 还有哪些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喜欢我们的视频 多多转发 点赞 哦